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頭痛是一種很常見的疾病, 有時因為天冷天熱過敏性鼻炎等等都會發生頭痛。 頭痛的原因其實有很多種, 除了要了解緩解疼痛的方法之外, 或者都要試下在飲食上進行一個控制, 食物食了之後是比較容易引發頭痛。 這類食物通常含有各種不同的生物胺基酸, 其中泰胺酸是會導致血管收縮, 引發前庭神經的敏感, 而組織胺酸就會引發過敏, 所以抗過敏的藥才叫做抗組織胺。 含有泰胺酸和組織胺酸的食物, 包括左右酒類、醃製或罐頭食品、熟成芝士、 煙燻肉品就好似火腿香腸, 而貝雷、堅果雷好似花生、 合桃、腰果、朱古力和可可製品, 大部份好似金吉雷、水果, 譬如檸檬、青檸, 還有奇異果、鳳梨、梅子、小麥製品、 醋、微波食品或即食食品, 含有添加物、人工色素的甜品、零食。 另外,會影響血壓的酒精、 尼古丁和咖啡因, 亦都是因為血管收縮或擴張, 造成一個血壓不穩的頭痛, 但程度是會因人而異的。 譬如飲酒飲幾多會造成頭痛, 亦都是要看每個人的體質, 有些人飲紅酒會比較容易頭痛, 雖然尼古丁是一種存在茄類植物中天然的生物件, 但少量不會影響太多, 好似有些人吃茄子會過敏, 有些人吃薯仔會吐, 有這麼嚴重的反應才需要避免食用。 所以比起盡食攝取, 主要是食鹽的危害比較大, 而咖啡因的接受程度亦會因人而異, 有些人反而是屬於不飲咖啡會頭痛的類型。 既然知道這些食物是會造成神經敏感或過敏反應, 而去引發頭痛的話, 那就可以食一些放鬆神經的營養素, 或者是上面講的這些容易引發頭痛成份含量比較少的食物, 不過這些成份其實亦都是身體入面必須的氨基酸來的, 是負責人體的代謝調節, 可能亦都因為太多導致代謝不平衡而造成頭痛, 所以這時候補充幫助代謝的維他命B雜是可以幫助神經放鬆的, 一般所講的B雜是包括B1、B2、B3、B5、B6、B7、B9、 和B12是屬於水溶性的維他命, 多數都是用在神經傳導的代謝上邊, 所以缺乏時是很容易造成神經發炎引起頭暈頭痛, 鼻淚無力、貧血酒幻覺等等的症狀, 而神經發炎亦都可能是身體的抗氧化能力不足所造成, 所以多食有維他命C和胡蘿蔔素食物或者含有核金酸食物都可以幫助緩解頭痛, 這些可以緩解頭痛食物就有新鮮的紅肉白肉, 新鮮的水果, 大辣要除了甘吉類、士多啤梨、還有番茄, 新鮮的蔬菜譬如西蘭花、蘆筍、甜椒、所有菇類、五谷雜糧類 譬如小米燕麥、五谷米粉、粟米粉、無蝦母麵包或者新鮮牛奶、 米漿、天然草藥茶或者花草茶這些都可以幫助緩解頭痛的症狀 好了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下面留言吧,我們下集再見吧,拜拜!